几百年来 中国文化创造了许多体现人性天赋和灵感的艺术 比如书法 绘画和武术 如今这些创造仍然引导和激励着全世界的人们 奋发努力 达成所愿 如书法高手的笔风走下 如风吹落叶般的飘逸自如 早年间 方妻娘以超人的天赋和毕生的努力 创造了奇迹般的武术犬种 白鹤犬 其诞生来源于辛苦的锻炼 过人的耐心和勇气 以及对武术精髓的深刻理解 白鹤犬优美 强健 威严和坚毅等特点 使白鹤犬备受推崇 也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无价之宝 拳 脚 摔等外在技法自然是武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更重要的则是武德 随着长期的发展 白鹤犬的高手代代更替 社会环境一直在变 但武德的教条一直不曾改变 中 只忠于师父和武道 人 只对四海之人存有人心 信 只行为和思想有诚信 义 只与人为善 孝 只对父母的尊重 而诗如父母 尊重师父才能真正地认识武术 智是能以有益于社会的方式遵守道德守国 勇是习武之人的本性 是其在生活中的行为方式 但勇并不意味着鲁莽 白鹤犬作为男犬的基本犬种之一 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武术界有很大影响 白鹤犬现在在全世界也非常受欢迎 练习白鹤犬可以让人领会生命的规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